哈嘍 各位觀眾我是KC 還記得之前我們有做過一隻 威士忌煙燻烤雞嗎 這個就是我們剩下來的鞭骨肉 今天我們就要用這些剩下來的料做一道 雞肉三明治 這份三明治它有一點像是一個 炸豬排版的炸雞肉三明治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今天的主題 炸雞肉三明治 這邊就是一個吃剩下來的雞骨醬 會剩下一些碎肉在它的骨架上面 一個有效利用剩肉的方式 就是把它全部抓下來變成一些碎肉 那我們用這些碎肉就要來做 雞肉三明治的內餡 那除了剛才取下來的雞肉 我們其他的食材有 迷迭香 吐司 青蔥 起司 醃黃瓜 美乃滋 一些燒烤醬 蛋液跟麵包粉 我今天用的這個吐司是不理由吐司 然後它的奶油的香氣比較重 比較甜一點 記得一定要買這種正方形的 不然你買三型的它比較難成型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把雞肉 稍微再切細碎一點 先把雞肉加進來 剛才的迷迭香 蔥加進來 上次做完的烤肉醬 美乃滋會是我們這一次醬料的主體 加一點醃黃瓜汁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內餡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內餡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內餡就完成了 這個感覺有點像在做法式吐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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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上去 轉上去 現在的油溫大概是180度 小心的一點的放下去炸 輕鬆簡單這份炸雞肉三明治就完成了 OK 我們就是把一些剩料邊角料重新整理之後變成一個 算是一個很棒的午餐吧有沒有 我來吃一口 欸不錯欸很爽欸 那個吃起來真的超流浴的啊 外層酥脆的裡面相當多汁 而且那個起司的香味真的棒 青蔥然後燕黃瓜就稍微讓它有一點酸度 不會讓它那麼的膩 就是老美食物 老美食物就是讓你很爽 然後讓你肥豹這樣 不過偶爾這樣吃一下還蠻開心的啦 以上就是用剩下來的烤雞製作的炸雞肉三明治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你還有什麼方式去處理一些剩菜剩料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Blockchain pyro 中共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 份製作人 메� boxes 音樂 可以 前節